那接下来是FBA和FBM FBA的话它的全称叫Fulfillment by Amazon 那这个的话是属于亚马逊物流的简称 那FBA是指由亚马逊提供高标准的包括仓储、减货、包装、配送、客服和退货在内的所有物流服务 所以通常我们说FBA可能会比较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我的货发到亚马逊的仓库 然后出单了之后由亚马逊仓库来去帮我去发货 很好理解啊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京东物流嘛 那它的这里面其实包含的服务就包括说仓储啊 它要帮你到仓的时候要帮你上到货架上面 出单了之后要从货架上面帮你去这个捡货 然后还要进行一个包装 大家知道亚马逊其实它会去再去帮你处理一下这个包装 用带有亚马逊标志的一些紫箱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包装工具 然后配送再把它发发送到客户手中 然后客服也帮你做了 客户问这个货到哪了呀 那亚马逊的客服会帮你回复这个货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退换货也亚马逊来去帮你服务 所以FBA包含的内容还蛮多的 那FBM的话意思就是fulfillment by merchant 就是卖家自发货 那FBM是由卖家自发货 那卖家需要借助比如说国际邮政啊 国际快递啊 国际专线啊等等第三方的快递服务 来去把这个商品配送给到买家 所以FBA和FBM的话 货一个是从亚马逊仓库出的 一个是从我们这个自己卖家打包好去发出的 其实亚马逊的一个很大的亮点是亚马逊物流 大家都知道 那亚马逊物流也帮卖家省了很多事 如果说我们做这个生意天天都是不是把你的核心的这个时间花在运营上面 花在研究商品品质方面 而是花在打包方面 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了 就会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平台能够发展的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让卖家去这个该专注的地方 擅长的地方 然后让买家能够很快及时的去收到货 好